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再跟我们讲一下 对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讲捷运县 未来可以看一个 这个饶河商圈 饶河商圈 大家会觉得 只有饶河夜市 不是 未来我们看到 现在铁路地下化以后 它其实就连到五分谱了 对 松山火车站 前后就没有了分别 对对对 上礼拜在中间 松山火车站 又盖了一个百货公司 是是 对 这边以后会越来越热 不管是商旅 或者是其他这个观光商机 会越来越热 对 另外一个讲精华商圈 精华商圈好像 好多日本客人 对对对 大家知道那个 南京西路后面那个巷子 现在变得非常的热闹 非常精彩 所有的这个小餐厅 做手工艺的 然后松饼店 对对对 然后门口都是 每一家店门口都是 长长的人 在排队 是 这边真的很热闹 而且这边的这个商圈 这个店面一店难求 现在发展出子母店 什么叫子母店 刚刚讲那个 这个松饼店 对 它开一间小的 在这边排队 可是后面带到你 一个比较大的 这个营业店面 或者是上下整栋楼的 是哦 都有 我们看到台北市市中心 像这个SOGO也是 它可能一楼租个20坪 在卖这个二手的精品 对 但是它其实在对面的 这个办公室 有一个80坪的 更大的卖场 对 这种子母店面很多 所以其实店面 我们不一定要挑 在一楼了 对不对 是哦 这就有意思了 在这种商圈的楼上 大楼楼上 都OK可以投资 对 商机无限 对 听起来好棒哦 而且呢 我们还再来看看 这个到台湾来 这些自由行的路客 他可能除了住饭店之外 民宿也是他一个选择 我们来看上这个电影 大家看过 大楼哥你没看过 我一定看过 我怎么有书齐的 我怎么 不是 这不是三集片 不是 对 我非常喜欢葛优啦 那这不是 我其实一直在看 那我看好想去 你知道吗 对 这部电影《非诚勿扰》 它的重点在哪 重点在于 它里头的一些风景 然后他住的那个民宿 饭店 棒的掉灭 来我们来看看第二张 这叫做海南岛三亚 因为这个《非诚勿扰》 完全捧红 你要去住这个鸟巢度假村 你看它的房价 好贵哦 一个晚上 一万块人民币了 一万块人民币 葛优住的就是右下角那个场景 对 是这里 你真的有看 我真的有看 这个房价 非常漂亮 五万块 我跟妳讲 这还是平常日子 如果说你碰到五一或十一黄金粥 那是五万 对 五万人民币 而且你大概八个月前要订 八个月前 重点在于 有钱到有钱住不到 我看完之后 我就堆心肝你知道 这叫做什么 你没有取到书 不是 我当然这是另外一个想法 我讲这个事 我们的墾丁有比它差吗 没有 真的没有 我们墾丁很漂亮啊 对不对 我们的墾丁民宿多少钱 两千块 一万块人民币跟两千块台票 差太多了 但是台湾实在是真的 还有多大的发展 发展潜力啊 你真想想看 对 可是建豪哥他们来 大陆人来台湾 他会愿意付跟这一样的钱 如果我们有一样漂亮的view OK 对不对 对 那应该这样讲 现在的自由行的客人 其实他经过一个市场的扭曲 他有两种状况 第一个就是说 他是现阶段来的呢 建豪哥你看 就是这个地方 就看到舒淇吧 那有 因为我看过去 看舒淇比较漂亮 不是 建豪哥继续 OK 那么他现在刚开始来的客人呢 他有两种 第一种他可能付的钱不是那么多 可是第二种呢 他是可以付很多的钱 不过这些人呢 他们愿意结伴同行的 等于说他有点像团客 他其实是自由行 那这种情况之下 他一个晚上在台湾的住住费 他愿意付到两万块台币 那这样子的话 像刚才讲鸟巢那种水准 台湾包括我们所熟知的像清静 像日月潭很多著名的景点 肯定也有 那种非常棒的所谓 类似私人的Villa的度假村 对 都是爆满的 对 所以我必须要再讲一下 台湾的建筑业 真的水准不太高 不好意思 各位大老板 他就只会买块地 盖个住宅 你想想发展这种东西 那不得了 而且你卖房子 你买块地盖完 卖完就走了 就跟你这辈子没关系 你这个是长长久久一步撞下去 对 而且大全哥你知道 像我很多朋友 以前是在电视圈发展 他们现在都回老家了 就可能回台东啊 回屏东啊 那干嘛呢 就是把老家重新整修 然后弄得很有自己的feu 可能有的他很爱冲浪 他这个民宿就是盖得 很有那种冲浪feu 然后可能有的他很喜欢公主风 然后他就回罗东老家 盖了一个呢 很像公主欧式的那种民宿 把家里的老家弄一弄弄一弄 然后就变成可以 就是吸引很多路口来的民宿 海角七号 你想想看对不对 就那种老房子多有feu啊 对 而且我觉得民宿的这个门槛 入门的门槛不高 就是我们年轻人 如果家里有一个老房子 其实都可以来做做看 我想埔里 其实不管团客 对 靖昂哥提到埔里 你觉得埔里是可以 我们去投资的地方 埔里是绝对可以投资的地方 因为它是离日月潭很近 团客要去 它离清静很近 是自由行要去 而且埔里它很多山 而且它有很好的水 有很多值得去地方 埔里之上等等 那它有很它的地价跟它的 但是你要注意 它的租金已经起来了 但是相对于其他地方 它还是便宜的 那你这边买一块地 或者说你甚至租一块地 来做刚才方宇所讲的这种 特色民宿 非常特色的高档的 你做度假村 那么是非常有潜力的 我必须要这样讲 是是是 我也抱个名牌 你知道我最近也是全台湾到的房 我有讲一个地方 嘉义 什么叫嘉义 因为第二天 大家一早都要看阿里山日圈 我想观众朋友 嘉义的朋友 你告诉我 晚上九点钟回饭店之后 没有地方混 对 对 没有地方混 打猎 对 就是问题在哪里 就是我住在饭店 我想晚上出来 不要说什么 喝两杯啤酒就好 没有地方混 找不到地方 没有地方混 吃烹饭店 又吃烹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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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烹饭店 我讲重点是什么 嘉义现在还没有发展出 它有夜市 但是一样 那个夜市也是Made in China 然后不去买那种衣服 我觉得重点是 台湾晚上要变得好玩 不是让你去开那种 深色全马的店 只要那种Pub一条街 对 然后那种小的有特色 小酒馆 对 我觉得这种商机不得了 未来在台湾还没有开发 那书惟哥 那如果我们真的想要 赚这种大陆客商机 你会怎么建议我们 真的是买店面吗 还是像方雨讲 我们去买一块地 现在挑那种 人家还没有开发钱 很便宜的地 我们去赶快把它通通收起来 怎么样比较好 我想开民宿需要热忱 对 那这个也 总有人要跟我买吧 也需要专业跟方法 那我们经营民宿的话 其实是另外一个专业 但是如果做包租工 如果说有一笔钱的话 还是买店面比较稳土 买店面 教我们一下吧 怎么搞吧 对不对 店面当然一般来讲 店面会有三种产品 一种就是商圈型 它可能像夜市一样 对 另外一种是路线型 我们刚刚讲 可能是松江南京 这样子整条的 广街的 对还有一种社区型 那我们今天谈的是什么 当然就是商圈型 是 是有极克力的 所以我们注意到 第一个一定要选这个 一线店面 而且是这个所谓的 这个一楼店面 对 以目前来讲 如果大家还有这个机会 要去布局潜力店面的话 一定是要找一楼的 而且路不要太宽 路太宽有什么问题 就是车流量 对 但是 而且这个马路可能 还有阴阳面的问题 所以你要挑那种 人可以OK走 是是是 然后最好路边还可以停车 临时停车 他要卸货 还是拿个东西 像我家那边 有一个这个 全国知名的这个 凤梨书店 逢年过节的时候 双排停车 警察就来取缔了 其实也不是太方便 但是你基本上就是这个 路边停车的条件要有 再来就是买这个价值 不要买价格 你一定要买到正确的商圈 而且这个人潮一定要是 非常的这个稳定 不要买到一个即将没落 或者是将要转型的商圈 这样会比较辛苦 再来就是 我们的即将后落 大家都怕得要死 或者是在法规上面 有试法性的困难的 哦 我了解了 很清楚 不是不是 大学旁边 某个大学 专门教老师的 有一些地雷 大家尽量不要踩 或者是你要想清楚 我未来要经营的业类 在这个商圈合不合适 如果你做热炒的 当然在这边不行 做服饰或者做一点手工艺 或者一些文创的就可以 然后再来买规划 就是所谓的这个格局 当然面要宽 然后最好里头不要梁柱 房子最好是方正的 才容易做一些这个摆设 对 基本上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 像什么普里 或者像嘉义 肯定这些地方你觉得 好不好 来不来得及去布局 我本身是嘉义人 哦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好不好 所以到底要去哪里 基本上我们看到 有一些这个 我们说一些偏乡 在台湾的一些偏乡 它其实有一定的这个商机 你讲你家要偏乡 是 即使是这个嘉义市 我们看到在往这个 阿里山的沿路上一些商店 甚至连这个百货公司 饭店都出现了 所以未来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商机存在 对 所以其实就是听起来 真是商机无限 不过最后一点时间 建王哥来跟我们聊一下 其实这个陆客来台湾 他们的感想是什么 很好玩 还要再来第二次吗 是这样吗 应该这样讲 他们陆客 尤其自由型的陆客 他们真的是想要体会台湾更深度的 包括住民宿 跟一般的人聊天 然后去挤火车 坐捷运 杀架 那是很有趣 对不对 他们不是滑不起 但是他有这种感想 就是说恨蒋公 剿匪不利 因为他们觉得 他们在台湾待了这十天八天 他们觉得他们太喜欢台湾了 觉得说尤其是这种自由的氛围 那种好 我们台湾人是 我们常常批评自己不好 对不对 可是他们从外地的人来 境外的人是看台湾 他觉得你们台湾人太幸福了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自由 如果当年蒋公剿匪成功的话 那我们现在也跟你们一样 他也有几十年好日子 对 没有错 所以就是说 基本上他们会一来再来 而且我觉得 为什么提到像蒲里 甚至于基隆 像苗栗这样的地方 因为呢 他来了一次之后 他肯定去 刚才我所提的那些 所谓的热门的景点 可是他第二次会不会去 他可能不会去 他会更加的深入 而且这种商机呢 会维持十年二十年 一直到台湾的血管的末梢 对 这个好 对不对 那方云呢 我是觉得 我看了网路上面 那个网民们大家的反应 我可能po个性感照 都没有人要按赞 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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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po去哪里 玩去哪里吃 大家就反应很热烈 所以我会发挥 我外景主持人的这个 呃 帮大家呢 继续地找寻哪里好吃 然后更加的深入 对 那但是你听完这一集 你有没有觉得 赶快我们要去布局了 欸 真的要去布局欸 因为我觉得像我是花莲人 我就会觉得说 欸我们花莲呢 其实路客也是很多 但是很多那种秘境 也是很多人不晓得的 所以回老家去买一块地 可能弄的 我可能会喜欢那种 呃 比如说很荧光的 电子趴的感觉 搞不好也可以成为 电子趴特色民宿 很好 非常好 对 那苏绝哥你嘉义人 有没有计划去嘉义搞一个什么 欸 我是觉得就是政府 它这个这个产业政策 应该有比较长远的想法 刚刚我们讲很多特色民宿 特色民宿 大部分其实都是违法经营 不管是从北到宜兰开始 最难到这个墾丁屏东来讲 很多都是这个合法性的 这个比例并不是很高 那政府应该要有一个 比较明确的政策 不管是从建管消防 或者是旅游政策 或者是交通资源 要做一个全盘性的考量 做一个整合 对 所以呢 这集听下来 希望大家很有收获 一来呢就是 大家要感念一个重点 就是路客会越来越多 这应该是一个事实 不肯定的事实 而且只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所以呢我们要如何 把人潮转换成商机 就非常重要了 政府要有一个态度 我想拼经济 不是只用函 我刚才讲有这么多 大家这很好 我们这个完全做在 金山银山上面 但是为什么 还会有这种 零团费的问题 对不对 为什么会有这种 乱七八糟 shopping的问题 为什么管理交通 各方面有这么多的问题 比如政府如果要拼经济 你就搞真的 你把公共建设好好做好 我想这是很实在的 对不对 这跟我们庶民有关系的 对 你想那些什么大政策 什么太阳的 我听不懂了 但是我知道说 我如果多卖一个偶尔尖 我可以赚到钱 这感觉很好 希望大家把这个 陆客的人潮转换成钱潮 希望大家今天都很有收获 谢谢小白兵 谢谢 哇这个 我们听完这一集 真的觉得要赶快来 好好布局要赚陆客的钱 商机无限 台湾真是好所在 对 现在我更觉得 台湾不只是好所在 而且台湾钱又要开始 淹角木了 而且我觉得重点是 今天讲了那么多地方 什么埔里啊 什么嘉义 肯定 我觉得这些地方好像 现在还不是那么贵 对 所以呢 现在赶快去 不管是买一块地 或者是我们钱 小嫂的话 买一个小小的 一个小店面 现在还没有起来的地方 说不定以后都会赚到钱 做民宿开店面 然后 我觉得重点是 台湾的文创都很好 台湾人脑袋都非常棒 对 现在我们在讲说 台湾就是文创 然后软石粒 对 真的很棒 其实房地产节目 不是跟你谈那个 金光神彩的铜臭的东西 其实我们这边谈 多有气质 对 非常有气质 而且事实上 它是台湾很重要 未来的一些机会 对 所以我们要 事先看到机会 然后呢 我们赶快抢先布局 到时候我们就等着 收割赚大钱咯 政府是拼经济 重点是政府要拼啊 对 我们老百姓自己在这边拼 政府也要能够 做配套才行 对 所以这个自由行人 越来越多 就越来越棒了 大家加油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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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